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咱们在年前做的一期节目 讲了韩国造船业反超中国 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民用造船工业领域的龙头老大地位 这期节目引发了网友们对于世界造船工业的讨论 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 这个世界上造船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是谁呢 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说是美国 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庞大的海军 然而在支撑着世界第一海军的同时 美国的民用造船工业却在世界上毫无存在感 那么美国的造船工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咱们就用两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要说美国的造船工业曾经有着无比的辉煌 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在二战中美国造船工业建造了上百艘航空母舰 用超强的生产能力保障了盟军在海上的胜利 当年美国的工业和科技潜力 在造船工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世界上第一个应用了预制部件 分端建造和流水线作业 这些现代造船业仍然在使用的先进技术 在1943年 美国建造了一艘万吨级的标准货轮 只需要短短40天 这种造船速度让轴心国们望尘莫及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美国就以军舰数量的碾压般的优势 把精心为战争做了几十年准备的日本海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二战之后 美国的造船工业开始萎缩 主要是民用造船工业 面对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的竞争一败涂地 目前几乎已经被完全赶出了民用造船市场 现在美国的民用造船订单只有不到全球的1% 然而与此同时 由于冷战的爆发和美国全球霸权的需要 美国的军用造船工业却保持着兴旺发达 到了今天 美国仅有的15家造船厂 几乎都靠建造和维修军舰来维持生存 经过几十年的整合 美国现在的军用造船工业主要集中在两大集团 分别是英格尔斯工业和通用动力 前者主要生产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些大型水面舰艇 后者主要生产核潜艇和后勤志愿舰支 这两家企业承担了美国80%的军用舰船的制造任务 他们的员工占到了美国造船业从业人员的90% 可见美国的造船工业几乎可以跟造军舰划等号 这两大造船集团都拥有从研发设计到建造的能力 唐大的美国海军每年都会给他们提供 源源不断的订单 这就保证了这些造船集团世界领先的建船研发和生产能力 看到这可能有人会说了 美国根本不屑于生产民用船舶 人家专门生产高科技军舰 然而仅仅凭借军用船舶的订单 美国的造船工业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吗 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跟您聊聊 美国造船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节目中提到了美国造船业在二战中的辉煌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篇文章 感谢您的朋友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照理说事中回复二战造船四个字 全文奉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